欢迎回到美国跟北韩河内高峰会的特别报导 在我们现场的是有资深的媒体人白照美 跟联合报影像中心的蒋宗裕记者 我想先请教宗裕 我们距离金正恩跟川普的见面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 这刚刚开始两个人互动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们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肢体语言 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白小姐提到川普似乎是占着身材的优势 然后以老大哥的方式往往就揽着金正恩的肩 或者是拍拍他的背 那川普过去也向来是想要跟人家比腕力 就是握手握得非常的紧 新加坡我想是一个双方都同意的 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两个人都走近然后握手 你觉得你从这个肢体语言是怎么样看这一次的高峰会 其实我们对照上一次在新加坡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就是大家看到了北韩跟美国国旗 他们都摆得非常整齐 那看得出来这个排场是事先安排好的 那当然也是因为在加配的酒店 他就是刚刚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 他有相对得天独厚的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 所以变成说你没有其他外界太多的干扰的时候 在加配的酒店他就可以自己好好去安排好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说这两个人一走出来行礼如遗 当然目的是要给国际媒体先拍照 我们现在美国跟北韩先握手了 也让大家看到说73年来美朝两个领导人再度碰面 当然是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刻 但是最有趣的是 两个人握手之后接着开始讲开会谈 那会谈到一半的时候 两个人突然又从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 一起走出来散步 然后在花园里面慢慢绕慢慢走 然后两个人就一下子聊个两句 有时候就碰碰彼此的肩膀 那我觉得这很有趣的画面是说 这两个人怎么去营造出这么轻松的一个氛围 那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会谈完成了 还是说我们其实是出来 还口气 然后大家就出来休息一下 然后下一轮我们继续再谈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请教赵梅姐比较清楚 就是说这个在国际政治上 其实有一定的意义 因为你看他每碰到一个场合 有没有 从不管从场外的给大家拍的 那么到这个双方的代表团 共同开始讨论会谈 谈判桌上也握手 然后两个人私下碰面也握手 这个有什么样的国际意涵 国际意涵吗 我只是觉得这两个人就是本身就是 他们两个都算是一个强势的这个强人 然后正好两个人都非常喜欢被人 就变成一个注目的焦点 那就是的确没有错 就是当然以我们以国力来讲 当然是美国跟北韩 北韩是不能比的 可是就是在这个场合 北韩起码他走出来 这个是不容易的 那以去年的这个新加坡那个来讲的话 其实你从头到尾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金正恩不管多轻松 他的表情你仔细去看 非常的僵硬 他非常从头僵硬到尾 也就是说他其实内心是十分十分紧张的 这个相较于这个才不到两个月以前的 板门店你去看看多轻松啊 那完全自家 就是他的那种感觉多轻松 一开始第一幕可能是有一点 他会稍微紧张 可是那个真的是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太久没有面对这么多媒体 对对对 那个是真的是媒体的问题 都是媒体的 那但是就是说他很快就可以 这个建入佳境 还有一个是他遇到文在寅也有关系 因为文在寅也有比较体贴的 对他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特别是板门店那一次的会晤 当然我觉得这种高峰会 他安排的场景很重要 他跟文在寅两个人走在木板桥上面 那镜头是远远的 然后他们讲相同的语言 所以没有必要有传译 那远远的拍两个人很密切的讲话 然后走到那边 坐在这个板凳上面喝茶 那我觉得这一幕 其实要比在会谈里面的镜头 还要更让人家感动 当然跟川普在一起 他们也希望能够安排像这样子 我这一次有报道说 越南还特别把这个索菲特旅馆的附近 有一些树都砍掉 为了就是在整个镜头上面 不要遮挡到他们 两个人散步 我想明天可能我们会看到 类似散步的这个 但是你后面要跟着两个翻译 这就有一点煞风景不是吗 对而且那种很尴尬的是说 我觉得刚刚副总说的这一点很棒 就是因为两个人文经会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语言的隔阂 所以两个人互动可以很自然 甚至说这些排场我也可以不要 虽然都看得出来 这是塞好的场景 就是说我摄影机还可以在这个木板桥上 远远的吊两个人在那边喝个茶 然后聊聊天 但是到了碰到川普 可能又是多了这个所谓的口译人员 又觉得这个节奏上怪怪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 你一言我一句的就这样轻松的聊 我讲完一句然后传译再翻译 然后翻译完再换他 那个气氛跟情绪就不对了 是 但是我有一个补充 其实那个我猜是 也能看得出来 其实金正恩基本的英文是可以的 而且他小时候其实在欧洲 对 他在瑞士 应该就学个英文 对 那个学校不可能讲瑞士话 也就是讲德语 或者是讲这个法语去 我觉得不是 他是应该是国际学校讲英文的 所以他基本的英文是可以的 那所以他们才能够虽然很短 可能只有一分钟 他还是只是一个寒暄 是完全是没有问题 可是大家深谈有一点困难 但是板门天为什么那么的 感觉那么的气氛 那么的融洽那么的好 是因为他们两个有共同的历史 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文化 很多东西是就是刚刚好就是 天事地利人和都有 他都有 但是跟川普的这个事 我觉得金正恩还是有那种 如理扶贫 那个就是他 他还是会紧张 因为他就觉得说 他只能够成功 他不能失败 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他会失败 因为他们是神 就是他在北韩还是一个神 所以我认为他心里 还是有那样的紧张 不过我特别注意到 我想那个终于也注意到 就是在那个木板桥上面 文在寅好像是个大哥哥 在跟他讲话 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金正恩就是一直在点头 好像听他的话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好像在教他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那时候大家也有很多人就在讨论 就是说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镜头是特别对着 金正恩 而不是对着文在寅 但最上风景是有一个摄影 对 那个北韩的 然后就跟他说 你赶快走开 你赶快走开 当然这中间有没有所谓权谋 就是说要去特别拍金正恩回答他什么 有没有人要去读唇语 没有收到声音没关系 但是可能有这种读唇语的方式 去看他们两个人到底聊了什么 这当然不知道 这是大家在讨论一些 比较八卦一点的面向 不过刚刚讲到一点 我觉得很有趣是说 如果今天双方都是领导人跟元首的情况之下 上了谈判桌 刚刚赵梅姐有说了 金正恩的英文应该没有问题 但上了谈判桌 因为有所谓主权的问题 所以是不是还使用自己官方的意思 当然一定 也会让这官方的节奏 会变成两个人弹起来就没有那么有节奏感 那么轻松 外交场合就是他一定有这样子的规定 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外交 就是我常做这样的口译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主角在这边 然后我就在旁边做口译 我在后面做口译 不是旁边的 后面听 那有的时候就是他在讲什么话 我听不清楚他讲了哪个字是什么 绝对不可以回头问说 你刚刚讲什么 你说什么 这个是不能问 因为这个是口译上非常大的一个禁忌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也许我们所谓的say hello 这个是可以的 绝对没问题的 可是就是说今天如果是我们谈到正式的时候 你即便你的英文是多么的好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元首都其实英文是可以的 可是实际上你外交场合是不可以的 外交场合你就算是很好 我是我对你很好 你也知道很多人来台湾 就会秀一下他 大家好我爱台湾 这个以外你不行 就是不行 那就是尤其外交场合是不可以的 而且是不是各自都要带翻译 就最好 你不能够用对方的翻译 不可以绝对不行 就是说我们以前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 我们两边都是我们认为所谓的两个大咖在这边 那我是属于这边的 对方也带来了 那我们真的遇到是说对方他的翻译真的不行 就是可能他们不知道这个是要很专业的 可能带来 很卡就是没办法 就卡到不行是 但是你就是不能够出面 你不能这个时候鸡婆 除非是刚好对方 他们这是面子都不要 就直接就说 你可不可以帮忙传译一下 有 我有遇过 我有遇过这样子 可是一般是不行的 然后呢 带传译还有一个 对这个主角有一个好处是 出任何错 你就全部推给他就好 对 出错 因为以前那个其实是也有这样的事情 李宁国那个时代跟美国的这个 他们有单独在团的说 就是美国本来不开心 这个也是传译 而且有传译经过再讲一个时间 可以多一些时间思考 对对对对 一定要思考 他不用边讲边想 没错没错 而且他们讲话绝对是慢的 就是我想到我们以前的这个 我们的总统 他讲话其实长中间就比较长 那感觉上这个人怎么就是 每次都讲话都卡卡 其实那个都是要思考 你下一句话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很确定把前面的消化好 这个就是一种外交上很重要的 所以国际的那种所谓元首级的 没有人讲话很快的 因为他不能快 因为你快就可能 对不起我突然想到 像以前的查威斯 像他讲话就很快 他就不会等着慢慢的那样子说 所以国际场合还是要有 然后就像您说的 他们还是要带传译 不管你会不会 你听得懂 那你听得懂是一回事 但是你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讲 那韩语当然有这个好处 他们两个讲话都可以通 我想到有一个事情 也想请教这个钟玉 就是明天我们不知道 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刚刚也讨论过 也许记者会是只有川普参加的 在上次新加坡的会后川普的记者会 有一个最让人意外的是 川普竟然宣布 就是暂停美国跟韩国的军演 因为大家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布 让大家都很吃惊 那你觉得这一次会不会也有像这样子 出人意料之外的一个宣布 尤其是大家有猜测 其中一个最大的猜测是 川普会不会突然之间就宣布 要把美军开始撤离韩国 因为毕竟现在是停战了 双方既然都宣布停战了 那为什么还继续要有部队在那边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事情 那时候我们进到板门店 当然就感觉到 虽然现在是停战状态 但是里面的宿沙氛围还是相当的紧绷 因为不怕我们进去 连经过三个关卡 真的是安检三次 每一段一上车 先进到他们的新闻媒体中心之后 人到了先简报 briefing完之后呢 然后再让你上他们的专车 他不让你搭原本进来的车 然后进去到里面专车 然后还有同行的一个美军的军官 那么还有韩国的军官 从后到尾都要盯着你们 跟着你们走 包含到每一个点 每到一个地方就是点名算人头 然后看清楚到底是谁 中间有没有换人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是很紧张的 赶快把要拍的东西拍完 但是因为等到双方两个人会面 文经会的时候 自然而然媒体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他们当然是就由媒体共同去 筹筑一个联盟 副的转播跟拍摄 然后共同讯号给大家 否则哇那么大一个场面 然后你这样一下子放了上百家 上千家的媒体进来 可能他们也整个会崩溃 所以后来安排这样的模式 我其实觉得会是比较有条不问的 让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 他们做了些什么 谈了些什么 那至于刚刚副总讲到说 会不会有在出人意表这样子的做法 川普其实上来就是一个 让人捉摸不定的个性 所以其实这很难去预料 那如果预料到他也不叫川普 所以他上一回呢特别这样子 宣布了这个美韩联合军演暂停 我个人的解读啦 我会觉得会不会是他先释出一个善意 作为说我们这一次碰面 那我先做了这样子的善意给你 那下一回我们再碰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再谈 我们要谈彼此的目标 能不能有一些交集 这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策略 又或者是他其他幕僚的建议 因为这一次很有趣的是 本来没有在随行名单里面的波顿出现了 但是向来主张鹰派的他 这一回会给川普什么建议 不得而知 可能要等到明天双方去讨论完之后 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朗的结果 那白小姐 其实美军是不是撤离 其实在韩国也讨论非常的多嘛 是 那这里面不仅是 说是现在因为跟北韩停战的 这是其中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是川普现在一直逼韩国 要提高他的这个费用 那才刚刚谈完了一个 那个费用是韩国说 我只能付到一兆韩元 就大概是五亿多的美元 那川普说不行 我一定要你付到十亿 这一次今年就算了 明年再谈一次 因为他是一年一续 以前一谈是五年的 现在是一年一续 这个压力也蛮大的 那你觉得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 是川普真的不愿意让部队 留在那里呢 还是说用这个方式 让你一定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才行 好 结论来讲的话 川普就希望你付钱这样子 这是我所看到的 我看到的 是这样子 就是刚刚刚好那个中英也提到 就是有关就是你暂时停止军演 然后到底后续会怎么样 今年会不会那个 川普会不会有什么那种 出人意料的那种话呢 那如果他没有出人意料 就不加川普 这是一个 但是就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子 像比如说去年 其实他没有想到 好 那我暂时停这个军演 表示说我的一个 失出我的善意 可是这个受批评最大 这个受批评最大 其实是 这个也是川普 应该是没有预料 也许 当然一个国家元首 或者一个外交官 你不能够随性 就是随性是不行的 那个 你就是现在很high 我就好开心 就怎样 这是一定做不到 可是那种感觉是 他因为他氛围太好了 我这好像就是 我已经达到某个目的了 我已经把金泽恩叫来了 所以 好 我就给你看这个 所以说中英时候的也没错 一个可能就是他 做个面子 对 给你做面子 那你就 我说的你就要听啊 这样子有可能 可是其实人家都觉得说去年那个是一个败笔 也就是他先 毫无任何预警之下 你就这样放了 好像他事先也没有跟美国政府 或者是军方来征询 然后南韩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说有点像是说 因为他自己自嗨 就自嗨就变成他就忘了他该守的东西 他们就很怕说这一次 他又有来这一套 所以我相信旁边那个波顿在旁边 旁边的人应该也是有一点是说 当然是辅助他也有 可是另外一个也是就可能就是在旁边一直要提醒说 有些东西不能你因为你觉得好像我现在很不错 我就是我现在就是说这样子给他一点没关系 我先释出一点 可是你这样只要释出 就是对这个北韩的那种未来的放弃 这个飞河的这个路会更长 就是因为你要先给的特别多 因为他很容易 我只要出来玩一趟 你就会给我一点 这个就是有一点难 那另外就是测军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刚刚有讲过 结论上当然是美国是希望你可以多 这个军费你要负担 而且以前跟现在不一样 是我一年就要签一次 那尤其是你也知道那个我们做生意 我要做这个三层楼的一个要一个 一个什么店面 结果你要一年一签 这个我负担很大 我生意做得好 明年它这个价格就很高了 对 随时在变动 这个就是一年一签是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压力很大 所以韩国也是反对相当很大 但是韩国其实整体来讲 撤军 撤美军 这个声音其实不高 也许之前我们常看到 有人在那里抗议 就是美国人怎么样 反美反美是很多 可是那个就是比较激进派的 就是那是radical 其实并不是全韩国是这样 而且一般比较关心国情的人 他们都也知道 美军在那里他才安全 所以他们也不会那么希望是说 他就这样子离开 他们这个宁愿就是说 他美军还是在那里 但是要谈判 你不要一年一签 然后我们不要续 一次就续个五年这样子 这个就要看你的执政的人 要怎么去谈 还有一个 他不会像美国 目前的这个整个战略来思考的话 我们也知道叙利亚啦 伊拉克啦 美军说他撤就撤啊 阿富汗拿好了 我撤撤撤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一样是 国家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国家不一样 当初就是那个Hussein 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点倒霉吧 就是他海山就是被变成一个目标 这是斩首行动的一个 可是为什么金正恩就不用这样 也许有人觉得反正他也没有石油 可是也是另外一个标准在那里 因为我们也知道 一个是他们 我们曾经那个Aside的那本书 东方主义那里面 就是讲得很清楚 就是他们讲的东方主义 不是讲这个东北亚这边 他是在讲目前我们像看的这个波斯湾那边 这伊斯兰这边的 因为他们的那种宗教的力量太大 你美国怎么样永远都是敌人 也就是说当初我们也知道 塔利班在这个阿富汗那边 苏联进来 塔利班进来 什么叫阿富汗真的很可怜 那美国就算是进来 就算美国我丢 你知道美国那个是丢很多的补给品 因为丢了什么呢 收音机 那个收音机就是要听Voice of America 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就是宣传 这是这个宣传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们是这样做 可是最后他们学习到了一点 就是说他们1970年代 他们放弃了越南的其中一个意思 他们发现了越南除了我们 我们本来担心的他如果请中怎么办 那个时候苏联都还在 所以说整个共产主义这么大 我亚洲我吃不消 本来是担心这个 可是后来他们 发现一点是说 越南他的民族主义 他的国家主义是大于社会主义 所以反而是说我比较可以放心的 也就是说他是为了他自己 而不是说为了这个主义 所以说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说中东这边 他开始退 那一来就是美国好像去 进去缴和缴和的地方 都这个国家还蛮可怜的 那但是就是到了最后 就算是我现在换人上去了 他不见得马上建好 那可能还要建设20年 那就算是换了人 换了我想要的人 那那个国家也不见得变美国的好朋友 他永远还是你的敌人 所以美国就觉得他是可以放弃 可是这个朝鲜半岛不一样 韩国不会马上就变成别人的朋友 他还是永远都是美国的朋友 所以他不会丢 日本他不会丢 就是他有这样子的 我觉得战略性的思考 再来就是说这个民族性不一样 韩国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一个民族 可是没有到他们现在中东的那样子的地步 也不像现在的越南的越共 原先的这个越共的那样子的情绪 我认为是没有的 而且南北韩的这个不一样 是跟70年代是不一样 因为现在已经韩国整个发展到世界 不管我们说现在的经济比较不好 现在的这个就业率比较不高 等等有这个内部的问题 可是以整体国际上的这个贸易 经济这个体来讲的话 是很大的很厉害的 所以他要马上要变成 所谓社会主义的朋友 好朋友我觉得有困难 所以美国会比较放心吧 但是美军不会撤 我认为是不会撤的 还有一个重点是 当初就说好我们和平 那美军你在那里干什么呢 那是美军 当初的那个参战是联合军 不是美军 所以跟他无关 美军是跟韩国是 他是好朋友 我们是联盟 即便是我现在是跟 这个北韩多好多好多好 但是我有权 他可以在这里 当然北韩是觉得说 你这个是像傀儡一样 可是就对南韩来讲 他正是一个保障 他为什么不要他呢 所以现在大概只钱的问题 这个还有面子的问题 其他我认为韩国也不愿意 他马上走 美国也大概不会愿意 川普当然是比较现实的人 可是他不会愿意马上走 当然你刚刚提到的是 有一个联合国军队的一个司令部 他现在还存在 因为他自从韩战那个时候 联合国安理会做了决议 参战以后 他其实有一点附属在美军里面 他现在好像据说只有四十几个人 可是如果真的 四方都签署了这个和平协议以后 也许这个单位会撤销 但是美军可能还是继续的 可以留在韩国 因为它是两个是不同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联合国 或者是联合军 这个是十六个国家 那个是这一个 美国是美国 那美国就是只是这样讲 美国就是韩国的好朋友 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怎样 是人家不能什么说的 他们另外可能还有他的安全协定 来让他有法源基础的 但是联合军是跟他们没有关系 所以而且就算你如果到提到这撤军的问题 还有刚刚副总说的 这个中战协议要怎么去签 因为当然这一次我们看到南韩自己 文在寅也很开心啦 在敲边鼓在那边说 不管今天是四方签三方签 甚至是美朝双方签 他都乐观其成 可这问题是他们完全忽略了中国大陆的感受 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刚刚我们今天讲到 川普其实让人家难以预测 其实我们看一下 那时候在文经会的时候 他自己就已经先喊出了这个 朝鲜半岛这样走向中战 但是现在很显然看来 川金会第一次好像都还没有谱了 那么二会能不能谈到这么深远的问题 恐怕也是有难度的 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再慢慢一步一步来走 所以其实我也是很好奇 明天那个具体会谈到什么东西 所以要看明天的那个最后记者会 他说什么 或者声明要说什么 声明可能是 他这次要具体的写出步骤出来 如果没有写具体的出来 就等于是失败的了 就是具体的没有 因为去年的那个四大腰间里面 一个有做到 就所谓的一个是 他的以前的美金的遗骸 但是那个那么多里面 他只有给你这么一点 而且是都很难再认的 那样子一点点 那个也是一小部分 它不是全部的 所以说 其实这四样里面最重要的是 这样很多撇的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出来 那这个也没做到 那第二次到底有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延伸这个 因为九月去平壤 他们那个稳金两个人 在第三会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来延续 延续四月 延续五月 然后延续六月的这个 然后等等等等 以后 他们是最后还是要走到 这个中战的协议 可是他们认为 中战 我现在要不要宣布 其实这个宣布 不等同于说 我从此就不会再跟你有冲突 只是这个全部都是一种政治性的 一个service 我叫lip service的感觉 它不是很有用的 只是我今天好像做到一个 什么成绩出来 但是以我们的观察来看 你只有一个这个 好像就觉得这是很天大的事情 但是我不认为它是天大的事情 因为它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 我们再讲下一个话题 就是今天七点半 就是川普跟金正恩碰面了以后 八点钟 他们要共进晚餐 双方可以各带两个人 从川普这边是带国务卿 跟他的白宫幕僚长 在金正恩这边带的一个 是金英哲 就是他的劳动党专业委员会 副委员长 另外一个是他的妹妹 金与正 金与正 其实在整个这一年多以来 他参与非常的深 大家原来认为 他不过就是金正恩的妹妹 似乎不是很重要 做一些比较边缘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 他应该是很重要吧 钟宇 我觉得重要信息 可以从一个点来观察 就是说 今天我们一报道说 他随时在旁 把他翻烟会干 这个事情如果以这个朝鲜来说 以北韩来说 他们这样的共产体制 是不是他身边的人 其实一定得要 到某种信赖基础 某种亲信的程度 才能够贴他那么近 我记得上次他签名 签完名以后笔也要收一下 对 也是金与正递给他 然后再收回去的 所以他其实处处都很小心 总是说面对的是南韩 文在寅 说着同样的语言 但是这一点细节 他其实都还是有顾到的 而且变成金与正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帮他在 控制这些细节的部分 做得很细腻 而且你看从上谈判桌 他也在 那么再到这个晚宴 甚至是第一夫人 双方的第一夫人 会面 用餐 他也都出席了 我觉得他的角色其实穿梭在 劳动党 还有在这个 哥哥 这种兄妹之情之间 然后还扮演了一个就是 我在旁边随时照顾你的角色 所以他的角色非常多元 我觉得这一年来大家也会看到说 哇 原来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 就不光只是大家看到 名字金与正三个字 而是看到说 人也长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处理这些事情起来 有条不紊 就很机灵的 对 很机灵的一个角色 但是这个另外一个比较 比较冷一点的观察 也可以看得到 金正恩旁边没有可以信得过的人 所以才能够要劳动他的 我问你 金正恩他其实有一个 同母的哥哥 金正哲 一直没有出来过 他们通常国内的人都不认识这个人 对 真的 就是像我讲比较久一点的话 以前就是金正恩的爸爸 金正日 你知道金正日在所谓 就是接班人接班人的时候 金日成讲接班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常常会 听到的一个名字叫做金平日 有听过吗 金平日 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吗 他其实他二十几年都在欧洲 那他这个就是 北韩的那个体制是非常奇特的 就是说他一个是当然是高压的 然后就是非常集中专制的 那但是就是说 他们也知道的人都可以接受 是说他有好几个老婆 他有很多小孩 但是一般的人民不知道 他有这么多不同的 这个同父异母 这当然都同父了 就是异母的那些小孩们 他们几乎都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说当初在这个接班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斗争里面 金正日他浮出台面了 所以说金正日是蛮早就开始 有做训练 那个时候就是把金平日 等于说把他送出外面 但是他还是给他一个位置 都在欧洲当外交官 可是这个有多么的可怕呢 就是这个外交官有多么可怕 他出去他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任何行为可以看得到 我们也知道这个 被金正日杀掉的他的那个哥哥 就是同父异母的那个哥哥 他在马来西亚被杀 像这种 那些人也都跟政治是无关的 可是跟政治无关他都可以杀了 那他是跟政治有关 所以北韩的外交界 就是外交官 尤其像那个太阳号 太阳号没有提到这个 因为太阳号没有直接跟他有接触 那这是其他的这个 曾经的欧洲的这个住欧洲的外交官 是北韩的那个外交官 他曾经就有提过是说 他们曾经是在北韩的那个大使馆里面 他人也在那里 然后呢他们在经过的时候 他跟他比如说他是外交部 比如说欧洲局的局长 跟那个他旁边的那个两个人这样走过去 就看到这个金平日从那边过来 他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同的兄弟 一般人民不知道 他这样过来 他们这样过去 他的前面 他就等于说 我的这个主管 往前这样走走走 看到那边金平日这样过来 他就马上回头 马上回头就往别的地方走 是在建筑物里面 你很难跑 但是你就马上回头这样走 结果呢后面 很亲切的就在叫 说某某某这样叫 他就就是你应该会看到我 然后他就走得更快 结果他在后面又跟着跑 就是跟着跑说 你干嘛这样子 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忙 他这样 因为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曝光 是因为他们每一个 每一个一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要回去写报告 而且他们没有一个是一个人单的动作 他们是两个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互相监视 而且你两个一起回国的时候 不知道谁是被抓进去的 两个都不知道 那你不去也不行 去也是害怕这样子 他们是有这样的 那所以说意思就是说 当初如果人家知道 你跟金平日这样子有一些互动 有人如果写了 跟他打招呼 就是个say hello 你回去一批 你就回不来了 有这样的问题 那同样的金正恩这个 也是状况也是一样 比如说他有个金正恩者也好 或者是这个傻家的金正恩男也好 如果知道谁跟他有接触 大概那个人就会不见 这个就是很恐怖的一个体制 所以说我们讲到人权 如果川普有这个胆子 不能说胆子 有这个勇气吧 他跟他讲你们的人权如何如何 大概这后面就不用谈了 因为金正恩 踩到他的红线 对 因为金正恩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好辫子的 就是说你是把我当什么犯人 那这样大概就不行 可是的确是他们在人权上 有非常大的改进的 你说原来你对于金与正的 对 我很多年前 看评价并不高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似乎是扮演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对 我讲的那个评价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一个关键 但是我们从很多的照片里面 他是在很边边 那可能在后面这样子 那因为他在后面 也就是说他是在里面有一个 蛮好的位置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受人家珍重 他薪水也不做那样子的 只是这样而已 那是因为已经发生了 这个他的故障的这个事情 所以因为 对 因为那个他的故障 他的姑姑就是他爸爸的妹妹 所以说他就是因为他爸爸也是 他们虽然他爸爸的那个 妹妹跟那个妹夫 他的两个人都有一些在 共产党里面有一些这个位置在 那可是就是说 后来好像就是有牵制到这个 因为金正恩上来以后 他就是这个故障跟外面有怎么样 跟好像是亲中 什么等等就把他除掉了 然后他姑姑还在 可是就是姑姑 他是等于说冷冻在那里 他什么都不做 所以在我那个时候的看法是 金宇正他是亲妹妹 也是亲妹妹 那但是感觉上是金宇正 可能他也会觉得说 像我姑姑怎么办 就是可能都控制 因为所谓的像我姑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般来讲 尤其是北韩是更以男性 男尊女卑鄙 男孩还要严重 那所以说可能就是未来的 他其实已经结婚有两个小孩 但是就是说那个金宇正的先生 可能在里面 可能就是要有很多的某种作为吧 所以为了要防止这个 所以我以为是说他不会用 但是没有想到是说 一直以来一直下来 他就在旁边写东西啊 弄这个帮他弄整个领带什么 这个就是想都没想过 所以比较好的方面 正面的讲的话 金宇正他能力很好 也看得出来他看起来非常聪明 他也是在国外读书的 都是笑笑脸的这样子 他非常有那样子的 媒体的亲近的那样子的 这个明星的那种感觉 那可是不好的方面来讲的话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金正恩其实没有太亲的 太好的心腹 因为以前他差不多都杀光了 就是他认为有一点能力或什么 他就是进出进出 因为金正恩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恐怖主义的时候 他很快 我对你好像蛮好 他就是很开心在旁边 可是没多久这个人又不见了 他就是常常这样子做 就是说非常快 所以说旁边的人就会 就是我们讲说 这是真相想要表达我的忠诚 要让他看到我的忠诚 所以就变成盲从的特别多 然后就是愚忠的特别多 北韩当然是比较愚忠了 一直以来是愚忠 因为他表来就比较专制跟恐怖主义 所以他本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可是这次距离症 应该没有这样子的压力 所以他可能还跟他蛮好 但是你说的那个哥哥 那个从来没有出来 因为他们就不给他出来 这一次高峰会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好奇 是说第一夫人有没有随行 原来以为说梅兰妮跟李学祖会一起来 然后也许在我们看到 在两韩高峰会的时候 最后是两对夫妇一起来 共进晚餐 这个终于你觉得这一次 是这一次没有 以后不排除 还有这个可能会有吗 其实我不知道川晶的状况 不过确实很明确的那一次 在文经会就两韩峰会的时候 双方在把门店碰面 其实所有的媒体消息也都是 在他们要出现的半小时才知道说 待会晚宴李学祖跟这个 男和第一夫人都会出现 大家才知道说真的吗 然后大家就会看到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可以看到 两个人其实套装都特别挑过了 颜色都很柔和 大家也就说这就是所谓另外一个焦点 女生的这个焦点 然后让大家看到以后也觉得说 这是柔性外交的一个方式 也让大家觉得说朝鲜半岛南北韩 好像不再像以前这样那么紧绷了 特别把第一夫人端出来 当然也是说OK我们官方两个男人 两个最有权力的男人已经讨论完了 那我们就玩伤大家轻松一点 变成是两对抗力 大家一起来闲聊用餐 那当然他们那一次的排场做得很足 包含从晚宴一直到之后看表演 那当然这些两位第一夫人 都扮演很重要的润滑的角色 但是至于川金两位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又有语言上的隔阂在了 那是不是要安排这样的排场 其实第一次川金会的时候 大家完全不会去遇到这事情 因为大家光看川金两个 第一次碰面就已经很紧绷了 那这一次会不会有两位第一夫人出现 这个真的不得而知恐怕等一下大概再过一个小时之后 大家就知道会不会有第一夫人来碰面的场面 我猜是不会有 我猜是不会有 那一个就是说 一开始就是金正恩跟那个川普的这个见面 还是以这个他们两个等于是二会 因为前面的东西没有做完 所以这个要见面 另外一个就是说要多轻松 虽然今天是讲那个social的 所谓的那种交际的 对交际的这个晚餐 交际的听起来应该是都要有双方都要什么跳个舞之类的 但是其实是你看他只挑了两个两个 对 这一定是要讲关键性的话 所以 其实用工作晚餐比较适当 对 这个我觉得不算交际了 因为他们不是那种排场那样一起吃饭 还有什么唱歌或者 我觉得都没有 所以其实今天晚上的这个晚宴 名称上虽然是social 可是实际上是讲具体的 因为他们吃饭至少至少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所以说这期间就可以讲很多话 但是这两个夫人如果放在这里的话 他们两个夫人其实真的是晾在旁边 因为如果这是在谈工作 我们真的谈不了什么 最多就是两个人 你的发型很好看 你今天穿颜色很不错 听说你会很会唱歌 这个就没有意义 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可是就是说南比亚的那个状况是不一样 是本来就是他该谈的都谈好了 我们就是要轻松放松 而且语言真的很重要 人类语言很重要 就是你们都是不用翻译你都可以听得懂 包括你唱歌 我们也知道所谓那个韩国的那种流行音乐 你到哪里都可以吃得开 但是你总是会还是有一点点 虽然有音乐有旋律有节奏 但是语言还是听不懂 可是说他们两个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彼此都有安排南韩的歌手 北韩的一些就是歌舞团 他们还是有这样比较轻松的 所以这个只有在朝鲜半岛才会发生这种事 那其他的这个惊喜很难 而且假如今天等一下一两个小时以后 他们会碰面 媒体一定都知道 因为那个飞机要飞过来 或者是说你想想看 金正恩都坐了66个小时了 那理学主要做多的 对对对 他要做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所以这一次还是焦点是放在他们两个界面 而且他们两个这一次是一定要有成果 两个 这两个都有这个压力 我觉得还不是谈到2020 那种这个选举的问题 而是说你第一次的 其实批判 当然 因为有了这里第一次 我们才能够打开 才能够慢慢的跟谈 和平的谈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 他又来了一个导弹之类的 那但是这一次 这一次的话 因为第一次说实话 没有具体的东西 这一次如果没有具体的东西 就等于说我们就算有三会四会 会批评的蛮惨的 就所以说 这一次一定有一个东西出来 我们就在等它是什么东西 而且川普在行情前也特别强调说 他希望至少就是不要再做相关的飞弹测试 这个他已经说得很白 所以这会不会纳入所谓会谈重点 就是在待会这个晚餐的时候 会不会双方就已经先去谈到 明天他们的agenda要怎么走 那可能就要纳入哪些议题 说不定今天晚餐 双方就是在磋商这个 对对对 就是因为晚上那个王对王嘛 所以两个在谈 所以这样才能够两个 如果是两个互相都点头了的话 他们的声明就 今天晚上就可以准备 全部都准备好 如果他们都谈不拢的话 明天其实什么都谈不拢 因为这两个人都说不要的话 其他都是不行的 所以应该是都还是有谈了 就算不管是维根也好 或者是蓬佩奥也好 他们就是来来去去这么多次磋商 应该都有一点东西出来 而且他们也有放出一点声音 有没有风声 就是感觉上好像也快了 起码是一小部分 所以就算不是Big Deal 就是那个Small Deal还是有存在的 我想他们的幕僚在从20号开始 就在河内一直密集的在谈 那他们幕僚应该是谈到最后差不多 等这个领导人最后来拍板定案 你也不能够把这个Deal都谈成了 谈成了领导人来干嘛 所以中间有一点差距 然后领导人考虑一下 我让步一点或你什么地方 你让步一点 用这样方式看能不能得出一个最后的一个协定 所以像你说的 有一个这样子的缓冲时间 今天晚上大家连夜在比对这个文本 把这个协议写出来 是非常可能的时间 大家其实今天晚上才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玩 当然对外还是宣称说这是Social Dinner 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些画面 大家也都看好像是在越南现在准备的 一些画面 那包含就是双方沙特亚酒店 跟这个他们要会谈的地点 其实大家好像也特别关注 那当然对照新加坡 我们发现这画面上很有趣的是 不知道现在在镜头前面这些是全部都媒体 还是说也有民众 我觉得是民众 而且还有这么多民众在这里 但是场景在新加坡基本上是看不太到的 因为在新加坡的时候管制是相当严格的 唯独之后我们在总统府前面的时候 有看到部分经过的民众 但是也都还是被拉上管制区 就是还是让他们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 越南很自由 超自由的 至少在这一个会面的峰会的场合上 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在南韩如果举行像 比如说G20那种比较大的 那个国际那种Summit的时候 其实也是没有这种画面 就是那种有人在那边的 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排场很大 而且他们是好几层 还有一个就像讲的那个桥 他们一定也是跟你稍微远一点的 那个APEC其实也是在外面的 那个就像类似那样子的 不让人家有任何的这个接近 或者是说有任何恐怖行动的机会 但是这边感觉好自由 那个我想请教周玉 就是这是一个 当然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么多的记者 老实说在那边 他们能够去采访 采访的机会是蛮少的 就像你说真的要碰面的时候 也是poor reporting 就少数的人去 那大家是怎么样子来工作的呢 你要写这么多的报道 两三千人 那大家的采访对象是谁呢 你在当地也没有这么多的采访对象 我想整个越南可能 对于南北韩问题 真的熟的可能找不到十个吧 而且又有语言上限制 这叫什么采访法 其实我觉得去的多数 这些都是跑遍大江南北啦 五湖四海什么国家都跑过的 这种国际组的这些资深记者 那他们其实呢都很会去找一些 当地的一些素材先做 特别是在双方领袖 登场之前的四八小时 大家已经到了 总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嘛 那当然大家陆陆续迪已经有看到说 最经典的就是比如说餐厅啦 或是理法厅啊 我们这两天有看到吗 可以头发 所以他可能又推出了什么穿金套餐之类 或者头发免费来剪啊 不用钱可以剪这个造型 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先去做一些 比较周边的东西 至于比较触及到两位领导人要会谈的内容的部分 我觉得真的就各凭本事了 那像因为上一回在新加坡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团的记者是跟着白宫过来的 白宫记者团呢 他们就会有自己独立的讯息 所以变成大家必须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交换 那所以我们有 当然也有一些碰到 台湾的记者派驻在白宫的嘛 当然大家就要去交换讯息 然后知道说 他们今天在白宫记者团里面 吹风会谈了些什么事情 大家知道有这个方向之后 有一个议题的消息出来之后 大家才能够再去问另外一方 那但是很明显 大家也只能追着白宫跟川普跑 因为北韩那边是不可能有任何消息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会发现南韩的媒体团 这时候会发现他们非常有组织 因为南韩的他们当初就是 整个特派园俱乐部在南韩的 他们就会在海外新加坡这边 特别找了一间酒店 然后设立南韩媒体中心 还会派车服务 比如说你今天记者 我们待会会有专车 送大家到下一个采访地点 比如说双方幕僚磋商的酒店 他们就会开一辆车 然后就载了上百名记者 一起过去这样 当然不是一次 就是分批载过去 然后他们也会在那边交换讯息 所以其实南韩在跑新闻方面 我那时候会慢慢感觉 比较没有所谓的 自己同一个国家的记者 没有所谓的竞争的问题 反而大家是会去互相分享消息 那因为我们之前有去过南韩采访 所以我们也很幸运的 就是南韩媒体服务做得非常好 他也一直有持续 帮我们纳在名单之内 所以我们也都可以接收到 南韩的一些讯息 但是在跑这些新闻 其实在台湾的话 当然台湾媒体记者一定会 无所不用其极 要去做很多的报道 但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到了国外还是要 你就要入境随属 要听人家的规矩 像上一在新加坡 就有友台的记者 那也是资深记者 那么他们就是为了要抢独家新闻 结果他就跑去的军事机场 他想要去拍川普飞机 或者想要去拍金正恩 特别那时候中国国际航空 就是中国方面有提供他一架客机 都要去拍这个独家画面 但是其实在很早之前 大家去注册登记国际媒体采访阵的时候 新加坡官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们会派出狙击手 请大家务必不要进入军事基地里面采访 所以那一次我刚好是要去 媒体中心登记的时候 碰到了这位同业 然后我看到他 他才跟我讲说 我说为什么你这么晚来 他跟我说 没有刚刚被抓走了 他描述完这一段 我们整个人是头皮一发 觉得现在还能够亲眼看到你真好 因为很有可能 如果今天新加坡官方 他要严刑峻法 他看到只要是非相关人等 他直接用狙击手把你射杀掉了 那真的就又变另外一个国际头条 而且这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完全合理 你在一个机场 人家元首的专机要降落的时候 你在旁边 你又没有得到许可 谁知道你手要拿的是摄影机还是飞弹 但是更有趣的是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讯息交换这一块吗 这一位同业也很有趣 他还跑去白宫团 记者团里面去听人家吹风会 就被白宫记者团吃之以鼻 然后他还在 他去听也就罢了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些其他登记的 都是国际媒体记者证 我们不会有白宫发的记者证 那他进去以后 也不知道他的证件从哪里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他听了吹风会 大家都讲好吹风会了嘛 自然而然你不能够去发报导 或者是说你自然要不能够就直接去拍摄画面 也拿过程新闻 对结果呢 他不仅把它拍下来 重点是还在里面直播 哇 这一下子惹毛整个白宫记者团 所以这是让大家相当惊讶 就说你们一听到台湾来的 他们就说你是不是某某台的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会让大家很有压力 我另外也听说 日本的记者是最财大气粗的 是包下整栋饭店 他们那个后勤作业非常的完整 是 其中有日本的一家报社 不过当然现在大家都做多媒体嘛 所以就会什么素材都需要 不光是文字讯息内容 也包含影片跟照片 那一家媒体呢非常有趣 他们大概派了100名记者来 重兵部署在新加坡各个角落 然后呢人手一台小DV 所以就基本上有拍到 全部都汇整到他们的headquarter去 大家马上来处理新闻 我觉得这个阵仗 大概在新加坡 大家可以看到日韩媒体 对于这个川晶慧 真的是紧迫叮人的程度 特别他们在南韩 感觉就是说天气也没有那么热 还是到了新加坡 连我们台湾过去的记者 大家都受不了 因为其实就很像在 就在做Sona你知道吗 因为真的实在是太闷太热了 然后湿气又很重 所以我们就看到 哇那个南韩记者去 也都是全部换成短裤 跟防晒的那个衣服 然后全部就套着戴帽子 然后就在那边跟着我们一起守 我觉得这其实是蛮不 蛮不可思议的一个场面 但是也算是难忘的经验 然后另外刚刚副总有讲到说 到底采访素材还可以从哪里来 除了大家交换讯息以外 就是因为你也找不到当地 适合评论的人 所以到最后干脆就采访同意 你是从哪里来 你从台湾来 你台湾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你从哪一个国家来 你的观点又是什么 所以像我在那边 我就是碰到了日韩的四家媒体 然后就也都接受采访 其中包含IHK的节目 其实里面很有趣 我会发现他们派了那么多人来 其实做的不光只是新闻报道 他们甚至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一周重点话题 这样子比较轻松一点的节目 他们也会派制作人 跟整个团队去现场采访 他把它做的就比较轻松 就说这个是来自于 各个国家不同记者的 对于川金会在新加坡举行的观点 那不要用很政治的语言去谈 他反而是说 那你是第一次来吗 问问你说 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感觉如何 问你第一次参加这样子 这么大的国际采访场合吗 那如果你是很资深的 你对照你之前采访过的 这些重大国际事件场合上 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是很多元的 在制作这个国际事件 非常谢谢这个钟玉 跟我们分享他去 其他高峰会的相关的经验 那这个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能够请钟玉来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川普跟金正恩 今天的白天的行程 主要是跟越南国家领导人 在做互动 我们也看看他们昨天 到达的相关镜头 全球瞩目的川金二会 27日晚间在越南正式登场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一举一动都是媒体焦点 26日早上率先抵达的金正恩 就被日本媒体捕捉到 在中国广西南宁车站 放风抽烟的独家漏网画面 包媚金与正在一旁 递烟灰缸伺候 不会万能小秘书的称号 而金正恩的绯闻女友 北韩三池渊管弦乐团团长 玄松月也在一旁陪伴 唯独不见妻子李学主的身影 金正恩抵达河内后 先到饭店稍作休息 接着视察北韩驻越南大使馆 受到热烈欢迎 美国总统川普则稍后在晚间 搭乘空军一号抵达 27日川普先是展开个人行程 拜访越南国家主席 纪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一同见证越南民航业者 签下110架波音客机订单 川普随后在与总理阮春福 共进午餐后返回旅馆休息 预计将在晚间6点半 与金正恩正式会晤 两人将会先单独对谈 20分钟再共进魁违8个月的晚餐 20分钟再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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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